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受欢迎 而且在全国也非常的广为流传 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就要教您如何烹调制到绘制人口的美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材料部分有哪些 鸡腿肉 芝麻酱 糖 醋 酱油 葱末 姜末 腊油 花椒粒 芝麻 在制作方面呢首先呢我们要烧一锅水 把水烧开了呢把这个鸡腿肉放进去先煮一下 那水不需要太多刚刚好没过这个鸡腿肉就可以了 同时呢放下葱跟姜一起煮 大概煮20分钟的时候鸡腿肉就可以了 那如何鉴定这个鸡腿肉是否熟了呢 您呢就可以准备一只筷子 然后用筷子呢戳一下这个肉 如果这个肉非常容易戳进去呢 就证明它大致已经熟了 那这时候您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以后不要马上把肉捞出来 拿一个盖子吧就锅盖起来 焖差不多五分钟左右 让这个肉呢进一些水分 这样会更嫩一些 那焖的同时呢我们再准备一个碗 在碗里面呢倒入芝麻酱 醋 酱油 还有这个糖 还有一点点的这个花椒油 把它完全搅拌搅拌开 搅拌开以后呢 这个就是这个怪味鸡的调料 那这时候这个鸡腿肉已经焖好 您把它拿出来 等它放凉了之后 你可以依据您自己喜欢的大小 把它切成块也好 撕成丝也好 这个时候呢 把要吃的时候 把这个酱撒在上面 那如果你喜欢吃辣呢 也可以放一些辣椒油 然后再撒上一些芝麻 比较好看一些比较香一些 这样怪味鸡就做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厨还有什么样小提示告诉你 怪味鸡做得好吃 有两个诀窍 第一煮鸡腿的时候 把鸡腿煮熟了 捞出来以后 必须先放到浓水里面去浸 浸泡十分钟 让煮熟出的肌肉酥发脆 再一个它的调料 它的芝麻酱 要多于花生酱 它的盐和糖要适中 醋要按照自己的口味 可多可少 这就是我们今天教大家做的怪味鸡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资讯呢 欢迎您登陆华龙美食网 叫tastypro.com去查询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